將試吃滑車推到賣場 因應7號大規模解封 深熟時區將恢復試吃 解封後大賣場試吃活動 有些微改變 過去都是切好 直接讓民眾帶走 現在呢會提供小紙杯 讓民眾帶走之外 以防交叉感染 賣場改變試吃方式也強調 顧客得保持手部清潔 及維持社交距離 不要咳嗽 隨著防疫鬆綁 電影院也推出優惠促銷 吸引人潮 我們現在有買電影票 送口罩的活動 電影院在7號解禁後 不用實施梅花座 同時開放飲食 但民眾仍然必須戴口罩 業者把握時機 推促銷要提升人氣 還不錯 因為我們從6月5號開始 其實客人會覺得蠻驚喜的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 比較貼心的服務 客人真的可以很安心的 在電影院看電影 另外中職球迷觀賽 不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可戴外食 而大眾運輸搭乘雙鐵 乘客進站後 只要保持社交距離 可不戴口罩 同時車上也可以食 燒鐵的座位 就是還是大家可以吃 但是不要大家就一起吃 上完廁所要洗手 沒有洗我們就要處分它 沒有 只有我們希望把這樣的習慣 就內化 社區的防護的效果 就會越好 變成一個 慢慢是一種 功德心這樣子 一個做法 六號零確診連續55天 無本土個案 七號防疫措施 大規模解禁 取消人流管制 及總量限制 但指揮中心強調 戴口罩或維持社交距離 就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記得鄭恩宗 李玉涵台北採訪報導